大家好,我是Wayne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说发生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明治时代后期的一场重要事件 日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 奇迹地打败了欧洲强国俄罗斯 令日本成为当时世界列强之一 也成为了当时的亚洲一个 可惜的是,日本打上了日俄战争 但却输在谈判桌 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民怨 如果想知道日本为何要与俄罗斯开战 日本在战争中采用了什么战略和如何打胜仗 最后又为何输了在谈判桌上 想知道答案的话,就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日本和俄罗斯的恩怨情仇开始于江户时代 两国为了北方的领土和北海道的统治权而互相揭蔽 关系虽然没有很恶务 但对日本来说,俄罗斯就是一个不得不防闭的邻居 有兴趣看那时候的历史的话 可以到我的频道观看江户时代的影片 到了木莫时代 俄罗斯跟其他西方列强一样 都跟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属于占了日本便宜的西方议员 到了1891年,当时俄国的皇太子 尼古拉二世访日时受到袭击 明知天皇为怕破坏了日俄关系 他亲即去探病和发电报向俄皇 亚历山大三世致切 日本人民也到神社为受相的皇太子祈福 这件事史称大晋事件 从大晋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的日本仍然相当畏惧俄国 尽可能都不想得罪对方 万万想不到 在短短的13年后 日本竟然有胆量跟俄罗斯开战 有关大晋事件的经过 大家可到我的频道观看明知天皇的影片 从历史上,日本当时是有一点害怕俄国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日本对俄国产生怨恨呢? 这就不得不提我之前详细说明过的甲午战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出后 跟清国签订了下关条约 清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但由于俄罗斯也对有不动感的辽东半岛有兴趣 因此俄罗斯便连同德国和法国施压 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给清国 当时日本受基于西方列强的压力 即使不甘心 也无可内核地把辽东半岛交还给清国 这也令日本首次对俄国产生了怨恨 日本和俄国另一个教务的原因是朝鲜 在甲午战争后 日本想继续在朝鲜扩大影响力 并想主导朝鲜的改革 但当时朝鲜的皇帝高宗却抗拒日本的控制 在失去了清国这个靠山之后 高宗就只好利用俄罗斯的力量去跟日本抗衡 而俄罗斯也发声支持朝鲜 指出下关条约中 日本承认了朝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日本没有合法性在朝鲜进行政治改革 日本对于俄国支持朝鲜感到非常厌恶 负责朝鲜改革的枕上心 面对俄国和朝鲜的压力只好回到日本 而日本政府就派出了三浦五楼 去继续试图在朝鲜进行改革 当时在朝鲜掌权的高宗与敏飞都是清俄派 所以三浦五楼就希望在朝鲜内部发动政变 暗杀敏飞 希望将罪名转移为国内的权斗结果 但三浦五楼的计划并没有得逞 因为暗杀行动被多位目击者看到 因此罪名就不能被转移了 日本的外交官竟然在他国杀害他国的政要成为了国际大使 日本受到多国的猛烈贫瘠 政府也迅速召回三浦五楼并进行审讯 但结果因为证据不足将三浦五楼无罪释放 自从敏飞暗杀事件后 在朝鲜的反日情绪更加高涨 高宗更因为害怕日本 而整整一年留在俄国的大使馆进行政务 后来才在俄国的支持下回到德寿宫 成立大韩帝国 成为了一个君主专计国家 而且不从属于任何国家 日本虽然打上了甲午战争 但从三国干涉和与朝鲜的外交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仍然受基于西方国家的力量之下 没有被得到认同 而日本被西方认同的契机 却是来自我们熟悉的 霸国联军清华这段历史 当时清国戊戌政变失败 义和团得到官方支持 慈禧太后 竟然疯狂地向西方霸国宣战 面对清国的宣战 列强都认为要尽快派兵进攻 但当时英国和美国 都各自在其他战场中作战 未能派出大量的军队 而德、法、义等欧洲国家 因距离远 派兵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能够迅速派兵的 只有俄罗斯和日本 于是日本则带着八国联军的名义 进军清国 救出外交官和西方的侨民 这次八国联军的作战成功 令日本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同 并认为日本是一个可利用的国家 更得到极东的宪兵这个称号 自此日本的地位得到提升 并不再像以往一样那么忌惮西方 八国联军一战后 各国都在瓜分清国的利益 俄罗斯派兵进入满洲一带 而日本就继续想在韩国增加影响力 为了争夺满洲和韩国两地的政治主导权 日本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当时的日本对此事出现了两派意见 一派是伊藤博文和景盛清支持的日俄写相论 主张把满洲的权力让给俄罗斯 来换取俄罗斯不再干涉韩国 另一派是贵太郎和少川寿太郎支持的日印同盟论 他们认为要押击俄罗斯的势力 就需要跟英国结盟 两派虽然持不同的意见 但其实两解并不是对立的 因此两派都各自行动 日俄写相派去了跟俄国谈判 而日印同盟派也到了英国查询英国的意向 结果俄罗斯拒绝了日本建议的满含交换 但意外的当时军力和工业都处于世界巅峰的英国 却对日本的提议很感兴趣 原因很简单 当时的英国与俄国也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 所以绝对不想看到日本与俄国接近 并率先跟日本结为同盟 日印同盟的内容有四点 第一是共同承认清国和韩国的独立和起领导 第二日印互相保护两国在清韩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第三如果日印其中一方要与第三国进行战争 另外一方必须保持中立 第四如果日印其中一方与两个国家或以上战争 另外一方必须参战援助 简单一点说 就是如果日本与俄罗斯开战 英国要保持中立 而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得到第三国 例如法国的协助 英国也必须参战支持日本 俄罗斯受到日印同盟的冲击 起初也承诺会在满洲退兵 试图远解局势 但俄罗斯最后没有信守承诺在满洲退兵 反而更越过韩国边界 设置军事设施 此举激发了日本的仇俄情绪 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胜利的影响 日本民意一直支持于俄罗斯开战 但日本政府内部自治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陷入两难的局面 当时日本政府多次为了黄和两国的紧张关系 而进行交涉 但都未能成功 结果日本政府的高层开了一个预前会议 认为秦氏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法挽救的地步 日本必须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与俄国开战 结果就打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 决定与俄罗斯开战后 日本就开始既定作战的策略 满洲将会是日本与俄罗斯最后的决战地点 因此日本军必须通过海洋才能到达 对日本来说 济海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日本失去了济海权 日本就不能对军队进行补给 而绿军方面 日本就需要先占领汉城 确保了绿路的补给路线 为了在开战前已经达成这两个目标 日本绿军衰先登陆汉城 拿到了韩国南部的控制权 而海军方面 日本的舰队为了夺取济海权 他们使劲辽动半岛的海军要塞 吕迅 攻击设置在吕迅的俄罗斯防卫设施 最后俄罗斯的舰队就只好守在 吕迅的港口防守等待援军 此时日军的两个初期目标 夺取济海权和占领汉城已经达成 由于日本的军事实力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日本要取胜 关键就只有一个字 坏 因为俄罗斯首都距离满洲很远 所以援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 日本的唯一胜算 就是从韩国和吕迅 尽快派两支军队打败在满洲的俄军 并在援军到达前拿到最大的优势 并立刻议和 当时日本舰队虽然拿到济海权 但是还没有击溃吕迅的俄国舰队 所以如果俄国的波罗的亥舰队到达后 日本舰队就会被夹击 为了避免出现这个情况 日本舰队必须尽快 殲灭吕迅的俄国海军 日本海军采取了吕迅港 因为吕迅港的进出口很窄 只要船只在进出口沉没 就可以阻塞了俄国舰队的出路 可惜的是 日本海军进行了三次的堵塞行动都失败告终 吕迅港 比赛作战失败令绿军十分着急 因为第一军已经顺利经汉城到达满洲 而第二军还在等待海军的胜利去登律吕迅 由于时间紧张 第二军改变策略 改变登律地点顺利到达了辽东半岛 并立刻击破辽东半岛一带的俄国要塞 然后急速前往满洲支援第一军 但由于在吕迅港口的俄国军舰还没有被击败 因此日本就派出第三军去攻击吕迅 为了更有效的指挥战争 除了在国内的大本营外 日本在满洲也设立了总司令部 由大三年为总司令 而于袁太郎为总参谋长 此时俄国的绿军援军 已经用铁路到达了满洲的辽阳 并设立一切防卫的设备 为了可以包围辽阳 日本军除了第一和第二军外 再加上第四军一起包围辽阳 而第三军就留在吕迅与俄国海军作战 俄国舰队被第三军和日本海军夹击 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便尝试洗漱吕迅逃回俄国 日本舰队一看到俄国舰队出来 便马上进行攻击 并对俄国舰队造成极大的伤害 包括俄国太平洋舰队的长官 也在这场战争中战死 但可惜的是 日本始终不能欠灭俄国舰队 被他们逃回吕迅 让局势又回到黄海海战开始的时候 另一方面 俄国的绿军援军慢慢增多 日本军队如果不尽快共战辽阳 形势只会不断恶化 于是日本的第一、第二和第四军 就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攻击在辽阳的俄军 虽然俄军的抵抗也非常环强 但始终敌不过日本的总攻击 日本成功占领辽阳 而俄军撤退到奉天 虽然日本绿军取得胜仗 但旅逊那边的战争 日本海军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此时突然传来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出发的消息 而尴尬的是 日本舰队又刚好要回国修理 如果波罗的海舰队及时赶到 取回济海权 日本便再也不能给绿军补给 这一场战争就必输无疑 面对如此的困境 身在日本大本营的上线友朋 召开预前会议 便决定不顾一切 要先消灭残留在吕迅的俄国舰队 当时在吕迅的第三军所在的位置 并不能看到俄国的舰队 所以不能做出精准的攻击 并从高地炮击德国舰队 顺利占据旅训 而日本舰队也可以趁机回国进行修理 拿下旅训后 日本的总司令大三年便召集所有军队一起进攻凤天 这场凤天会战就真正是日俄战争的官员之战 是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拥有32万军的俄国 对比起只有25万军的日本 有人数上的优势 但日军却有武器上的优势 所以两军各自的胜算只是一般一般 最终靠着日本灵活的战术 日本最终在凤天会战中打败了俄军 按理日军应该成胜追击 消灭逃走的俄军 但当时日军的兵力和弹药已经不足 所以只好放弃 日本虽然取得胜利 但此时也到了日军的极限 俄罗斯虽然输掉了凤天会战 但俄罗斯的沙皇 尼古拉二世并没有放弃 不愿意到谈判桌上议和 原因很简单 因为俄国还有波罗的海舰队 经过了漫长的旅途 波罗的海舰队终于到达了日本海 面对由日本舰队司令长官 东乡平霸郎带领的日本海军 由于这场日本海海战 关系到国家存亡 因此日本海军在战前 做了很多战术训练 对比起长途跋涉的 波罗的海舰队占有优势 结果日本的海军 就靠着这一点些微的优势 战胜了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 成功扑俄国到谈判桌上议和 日俄战争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介入 成功进入议和的阶段 日本派出扫川兽太郎 俄罗斯派出韦特 出席在美国破斥谋事举行的议和会议 由于俄罗斯坚决不肯赔偿和各地 因此会议过程并不顺利 最后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解下 日本和俄罗斯终于签订了 破斥谋事条约 日本在条约中取得了 韩国的支配权 旅逊大连的驻借权 长春往南的铁路经营权 俄罗斯在满洲撤军 俄罗斯割让库业岛 以及北方海域的布鱼权 日本看来好像大获全胜 但说实话只能说是产胜 因为日本从条约中拿不到一点的金钱赔偿 为了这场日俄战争 日本全国人民负担了沉重的税缓 打了圣战却得不到赔偿 意味着日本政府仍然要继续实行紧缩的政策 对此日本国民当然不会感到满意 当时的日本人民根本不知道日俄军产生的事实 所以在签订条约的那一天 集结在日比姑公园反对议和 要求军队继续作战 并放火袭击政府的官邸 最终政府需要派出军队镇压 事件被称为日比姑纵火事件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 震惊了全世界 却因为没有拿到赔偿金 付上了沉重的代价 在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政府内部需要面对人民补满的声音 对外需要处理韩国和满洲的问题 可以说是难关重重 接下来我将会向大家说明 日本政府在战争后的动向 也是明治时代的最后阶段 因此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内容 喜欢这一集的朋友 请给我一个赞和留言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个星期三都会更新影片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